疫情之後不少人都出門旅遊 但關於飯店退房時間 一篇貼文引發討論 房客收到訂房通知簡訊 入住時間下午四點之後 退房時間是上午十一點之前 對這件事情民眾有不同看法 有人認為時間無所謂 不會太在意 但也有人認為這樣太趕了 沒時間好好享受設施 卻要付這麼高的房價 甚至說十一點退房 真的就是吃完早餐就收行李 沒辦法睡回龍覺跟休息一下 相較下午三點check in 隔天中午十二點退房的飯店 會影響入住意願 其實各家飯店都有 吹源不足的情況 因為前一陣子疫情 但是在我們疫情趨緩下來 然後又加上國門大台 整個旅客量倒增 表示說我們其實 房務人員的準備 是很來不及的 飯店大缺工 以花蓮來說 目前旅宿從業人員大約6500人 整體缺額1200人 一個職位需要花半年才能夠補上 為了增加房間的整理時間 不少業者只好對顧客延後入住 以及提早退房 但也提出配套措施 像是減免房價或讓遊客先去使用飯店的設施 而宜蘭有飯店則是推出早午餐用餐優惠 清晨6點半到下午2點之間可以不限次數用餐 民眾要放亮眼睛 住哪間飯店得好好思考 TVBS新聞高中簡大神黃凱靜 宜蘭花蓮參謀島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華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和新納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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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